我们看到在我后面的这个是 把海军马路的武器搬上了陆地 730净防炮 有个巨大的卡车扛了过来 而且这个卡车不光有这个净防炮本身 还有一个巨大的指挥室 而这个东西为什么拿到陆地上防空呢 其实在陆地的这个防空环境下 慢速的飞机已经不能满足 慢速的飞机目标已经不能满足 现在的对一些高威胁武器的防空需求了 你比如说很多的导弹制造武器 用海军的这个净防炮都可以打下来 所以这个陆顿眼前就是直接把这个净防炮搬到了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巨大的火控 你打像个锅一样 这边有很大的指挥室 相比来说这个东西是比较重型的 弄这么大的东西的代价 就是让这个反高速的这个导弹武器更加给力 那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这边 同样的30毫米炮 可以带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八轮小车 机动性更高 反相对速度比较慢的飞行器 是完全够用的 而且它还是弹炮合一 其实那个弹比较小 炮比较大 弹其实就是类似的 类似的那个毒刺 肩扛式毒刺导弹 然后装在侧面 其实也是做一些进程的防空 但是它反了一种高速的 就是说灭过的 为什么说陆顿眼前可以防高速目标 因为进防高速目标的情况下 最大的难度是在于炮塔的转速 跟不跟得上 这个高速目标的飞行角度 因为海军军航会遇到这种情况 高速反舰导弹 他们要很快的用自动锁定 炮去跟踪高速目标 但是陆军的话 遇到这种情况比较少 所以在常规直人机啊 这种低空飞行的目标的话 用这种防空的话就足够了 但是遇到高速来袭的导弹的时候 就用这种路顿眼前才可以 OK